麒麟9000 这个绝对是手机芯片史上十分有存在感的一笔 当时的情况咱们很多观众也都记得 两年多前受到制裁的影响 华为的海思是没办法用先进工艺制造自家的芯片了 于是Mate40系列上搭载的这颗麒麟9000 就成为了目前的最后一代麒麟芯片了 当时的麒麟9000在堆料上相当不计成本 高通这边的888又比较拉垮也算是成就了一段佳话了 你就看看这个Mate40 Pro在二手市场上的价格至今依然非常坚挺 都不比新出的旗舰来的便宜了 不过在当年我们的测试能力有限 再加上华为在全线管理上的限制 其实当时并没有测出麒麟9000的真实水平 尤其是能效方面的表现 如今两年过去了 我们现在有了更好的测试方法了 很多相关资料也已经公开了 那我觉得是时候来回顾一下麒麟9000了 看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麒麟9000这颗芯片论诚意 绝对是给的非常足大 这是第一颗采用了台积电5nm制程的处理器 包含了非常夸张的153亿个晶体管 绝对是下了血本了 通常当我们说起手机SoC的时候 CPU部分应该是很重要的一块吧 但是你们可以看一下麒麟9000的内部设计 你会发现CPU其实只占了它非常小的一部分 芯片主很大的一个部分 其实是被巴隆5000也就是它的基带所占据的 华为在集成5G基带这件事情上 算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推动者了 前一代的麒麟990就是最早集成了5G基带的旗舰芯片 而麒麟9000又是延续的这种做法 哪怕是当时过了一年的情况下 当年的高通旗舰其实也没来得及集成5G基带 苹果就更不用说了至今还是外置了高通旗舰 集成5G基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它可以减小你的主板面积提高集成度 对Mate 40系列来说 某种程度上你给主板让出的空间 就可以放下这个大大的摄像头了 咱们回到芯片上 这个麒麟9000的CPU部分并没有带来太大的惊喜 它当时使用的是已经推出了一年的老IP ARM的A77架构搭配A5的小盒 并没有用上最新的A78 比较有意思的是 麒麟9000的这4颗A77 从Dieshot上看似乎并不是相同的 它的超大盒 使用的好像是性能库的设计 面积要比其他几颗A77要来得更大 一般来说 性能库是可以牺牲一点密度来换取高频 这颗CPU在服务以4MB的L3缓存 系统缓存SLC总共给到了8MB 算是比较充裕的吧 给这么大的SLC 可能也是因为麒麟9000除了CPU部分以外 每个其他部分的规模都给得很大 你看它的GPU部分 Mali-G78的24核GPU 直接堆到了当时ARM允许的最高规格 真是堆料堆疯了 整个GPU部分的面积都快CPU的两倍了 包括它的DSP和NPU 甚至ISP的部分 占的面积都不比CPU要少多少了 所以我前面说了嘛 麒麟9000就是一颗不计成本的芯片 它什么都做得很大 什么都要往里面塞 就是生怕有啥不够用的啊 就是这样用钱砸出来的大规模和先进工艺 也是给麒麟9000带来了很不错的能效表现 首发的时候条件有限 我们只测了大概的性能 而等待了两年多之后 今天我们总算想方设法把这台Mate 40 Pro给root了 终于可以自由地修改这颗麒麟9000的频率了 然后按照我们极客1的惯例嘛 拆机干电池 这样一来就能准确测出Mate 40 Pro的功耗 画出完整的能效曲线了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麒麟9000的这颗CPU好了 麒麟9000的这颗CPU在极限性能上 其实和888、801这些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论能效表现论功耗 麒麟9000绝对是吊打这两位高通的难兄难弟了 简直是毫无悬念啊 同时和865比起来 麒麟9000也有一代的能效优势 毕竟是拿台阶电5nm做的嘛 这个5nm也算是比较重大的工艺节点升级了 和同期推出的苹果A14相比呢 麒麟9000的低频段能效还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往中高频走就差的比较多了 毕竟麒麟9000没有真正的超大盒嘛 它能效甜点还是比较靠下的 总体来说它的表现是介于A13和A14之间 我觉得放在当年这算是很不错的啦 毕竟和业界领头羊苹果也差的不远嘛 那麒麟9000这颗CPU和市售的一些新平台比起来又如何 比如像现在主流的性价比机型用的8PLUS 高频能效是优于麒麟9000的 但是低频上还是麒麟9000更强一些啊 安卓这边的节能小王子 联发客的天玑8100 则是基本上可以强过麒麟9000 毕竟用的是A78架构 能效强一点也是千里之中啊 而安卓目前最强的8进2 它的中高频能效肯定远远优于麒麟9000了 这个也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在低频上麒麟9000的机型真的是很给力 完全不逊于当今的8进2 当然了 这个并不完全是麒麟9000CPU本身的功劳啊 因为咱们测试主板功耗嘛 意味着芯片中CPU以外的部分 甚至主板上所有元件的功耗都会算在里面 CPU跑中高频测试的时候 由于功耗比较高 CPU外其他元件的影响相比之下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但当我们跑低频这种节能的或者待机场景的时候 其他元件在主板中功耗的占比就会比较明显了 Mate 40 Pro在CPU低频的测试里表现得非常不错 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归功于华为整体的IC设计水平均比较高 能效做的确实还可以啊 这个能效表现我们也已经做到我们的SoC PK天梯足上去了 咱们的排行榜取的是3W-5W功耗下的能效 芹林9000大概是排在这个位置 考虑到它两岁半的高龄 这个表现还是很好的 看完了CPU的能效 我们不妨再来试一下GPU 芹林9000这颗24核的马力G78GPU 放在当时堪称堆药狂膜了 火力全开的情况下 光论它的极限性能 正是随便吊打86588那完全没问题 甚至比起苹果的H13还要强一点 只是略幸于H14 然而从能效上讲 它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好了 打赢A13的代价是超过10W的满载功耗 真的挺恐怖的 即便我们不看峰值 而是看中低频段 芹林9000的GPU能效似乎优势也没有CPU那么大 不论是对比A13 天玑8100 还是三星工艺的骁龙8 芹林9000的GPU能效都要来得更落后一些 不过比起865和888这两位 祖传GPU架构的老玩意儿来说 芹林还是仍然强一些的 这样一颗GPU 如果和今天的骁龙8000二去比的话 那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能耗比几乎是翻了一倍都不止了 应该说咱们的手机在GPU这一块 最近两年真的可以用进步神速来形容了 图形性能飞跃啊 只是可惜 手机端能够完全榨干GPU的应用和游戏 目前还是太少了一点啊 这芹林9000的CPU能效很不错 至今仍然可以一战 而GPU能效放在当时还行 如今多少是有点连颇老矣 有点过时了 这样的性能在玩大型游戏的时候 还能不能hold得住呢 我们还是把移动端的性能唯一真神 我们原神端上来玩一玩看看 看到这个帧率曲线我就特别感慨 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两年多以前原神刚出的时候 Mate 40 Pro还能够勉强流畅地运行原神 彼时咱们跑的还是离岳港的路线 如今过了这么多个版本 测试路线也换到了虚弥城 Mate 40 Pro就明显有点不太行 有一说一 这一颗芹林9000的CPU甚至是有能力接近60帧的 我们在测试的前四分钟 游戏就是以接近60帧的帧率在运行 非常的流畅 这段时间CPU是火力全开的 大核3.1G中核2.5G跑满的 整机功耗一度飙到了8W以上 这巴不得把手机烧成灰了呀 很显然嘛 就以Mate 40 Pro的这点点散热 怎么都不可能吃得消8W的发热嘛 仅仅跑了4分钟就强制降频了 而且华为的降频方式感知特别强 因为它会直接把你的帧率锁到40帧 CPU锁到大核1.7 中核1.2 游戏实际上就是在60帧和40帧之间来回切换了 不过缩水了1%的帧率之后 换来的就是低了一大截的功耗了 跑40帧的Mate 40 Pro 整机功耗不到4.4W 功耗降到了只有一半多了 整个30分钟下来平均43帧 功耗5W 我们和其他几个同时代的机器比较一下 能效上的Mate 40 Pro输给了A14的iPhone 12 Pro Max 但是比起870、888和8701的机型来说 那是明显要更强的 然而实际游戏体验上 A14和麒麟9000受限于两家超怂的调度策略 帧率其实并不比那些火龙机型来的更坚挺 实际上这些我们测的旧机型里面 反而是搭载了870的K40帧率是最高的 应该说麒麟9000的CPU能效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华为的调度策略还是有点一刀切了 在我看来 给一个能跑到50帧左右的性能调降 游戏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这个是鸿蒙3.0下的表现 我们也是给这台Mate 40 Pro降级到了EMUI 看了一下不同系统下的表现 果然现在的鸿蒙相比首发时的EMUI 在温控上是怂了不少的 EMUI那会儿是坚持了9分钟左右才开始降频 比起鸿蒙却是要刚一点 不过两者最终都是所在40帧运行 基本的游戏调度策略是相同的 怂逼调度的优点就在于它的温度控制得非常好 Mate 40 Pro的机身表面温度 在我们跑原生30分钟后最高是仅仅43度 真的是堪称节能先锋了 这个温度要比现在的很多旗舰机都要来的低了 这样的温度就算长时间完也不会觉得烫手 算是很保守的一个温控了 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测试太普通了 想要追求刺激 那肯定就得试一试 30度5G的魔鬼测试了对吧 在以前我们的离岳港测试里面 当时的Mate 40 Pro在5G环节是寄精四作 硬是坚持完30分钟没掉下去 可惜今天我们用虚弥城的测试重新伺候它 它就奔不住了 大概是跑了将近20分钟左右 系统就会强制跳出过热警告 强行杀掉游戏进程 麒麟5G游戏的不败神话也算是落幕了 不过在被杀掉之前 游戏倒还是一直在坚持40帧一条线 相比之下 当时的iPhone 12系列 那沾的是WiFi王 5G王 X55基带的能效本来就拉垮 还背靠背和H4贴贴 哎呀 这个散热能好就有鬼了 相比起来 倒是888和8G1的两个火龙的机型 只要调度足够刚 表现胜过苹果和华为那是完全没问题的 那代价是什么呢? 哎 你看看魅族就知道了 刚就属它最刚 烫也是它最烫 58度已经不是烫熟的问题了 这是要烤熟的节奏了 Mate 40 Pro在这个魔鬼测试里 温度同样也不低 超过50度了 也难怪会跳出高温警报 杀掉进程了 反而iPhone的温度预知 似乎就在47度附近 性能那么怂也是在意料之中了 测完了对了老机器来说极为痛苦的原神 我们也让这台Mate 40 Pro穿口气 测一个轻松一点的王者荣耀好了 麒麟9000在我们的王者荣耀60帧的功耗测试里面 表现相当的不错 Mate 40 Pro的整机功耗仅2.7W 其实和今天的一些8G2机型也差不太多 甚至功耗还优于搭载了A14的iPhone 12 Pro Max 和A16的新iPhone比起来都很接近 比起当时的888和8G1极型 那真的是给力太多了 60帧的王者基本上CPU就用不着工作在太高的频率上了 麒麟9000的CPU中低频能效的优势就可以发挥出来了 由于Mate 40 Pro这个机器只有90Hz的屏幕 所以我也单独测了一下它跑王者90帧的表现 自然也没什么问题 90帧一根线满帧运行 功耗是3.8W 和8G1机型跑60帧的功耗差不多 这个能效还是蛮不错的 不过游戏能效不错 并不意味着续航的表现也足够好 这个Mate 40 Pro只搭载了4400mAh的电池 以今天的标准来算是非常小的一个电池容量了 它的5G续航放在当时可能还算可观吧 能打赢高通平台的难兄难弟 但是和iPhone 12 Pro Max比都差得挺多的 这个5G续航的表现放到今天算是很糟糕的了 如今旗舰机都超过8个小时续航了 比起5小时来那是长了太多了 与此同时我也很好奇 这个系统会不会影响到续航呢 鸿蒙毕竟广告比较多 毕竟后台服务比较多 和最早的EMUI比起来 续航会不会有差别呢 我们也把这台手机降级到了EMUI 结果发现这个续航确实要比鸿蒙长出了一些 大概是多撑了7分钟左右吧 但差的并不多 也说明不了太多问题 Mate 40 Pro的电池不管怎么说 总归是有点不耐用的 应该说从硬件设计上讲 麒麟9000基本上是把能堆的料都堆上了 最终的这颗成品放在当时也确实非常给力 能效之海在当年安卓端是绝对领先的水平 尤其是在高通连续两年摆烂的映照下 麒麟的优秀就更让人觉得惋惜了 曾经的麒麟也一直是推动手机圈竞争的重要存在 尤其是980、990、810、820这几代的机器 真的是给玩家带来了不少的好产品 说实话 我今天再去回看这样的成果 我也会好奇 如果海思如今还在继续生根手机SOC的话 那他们今天又会拿出什么样的续作来呢 是不是以为我开始升华了呀 我才不跟你升华呢 我们就是一帮臭疗技术的 没有什么格局 就不搞那些煽情的东西了 反正麒麟9000的能效曲线 我们也已经同步到了socpk.com了 感兴趣的同学 欢迎去socpk上自行查阅 那这期视频的root还有话曲线 我们也是因为各种机缘巧合 才有那么一丝的机会一探究竟的 所以视频制作不易 千万要给我们点赞三连支持一下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也别忘了来我们淘宝店 极客万博店 看一看各种周边 包括我们的这一件T恤 各种款式的T恤都可以来选择 还有我们的鼠标店 还有我们的勋章 对吧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